我们先来看一下一条公车的新闻 台北市公车处今天向匈牙利采购了560部的公车 将从明年1月开始分批的运提国门 台北市政府以4000多万美金向匈牙利采购了这560部公车 是中修两国历年来金额最大的采购案 同时我国也将因而淘汰过去采购日本卡车底盘 载台拼装车身的不合格办法 使台北市公车符合国际大巴士车身打造安全标准 与欧美等82国的大众运输安全水准同步 这是台北市公车品质的一次大跃进 这项采购案是经济部次长江品坤东欧之行的具体成果 西亚利政府官员对这项采购除了表示欢迎外 并且愿意进一步支持我国加入GATT 也有意思提前来台设立商务办事处 以大幅的提升中修两国的关系